這邊我們可以直接打他 倒地以後射他 攻擊力非常高 人還會Q彈Q彈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要分享的是 水柔靈鳴覺醒 70級武器 護盾槍到底實不實用 抵擋傷害強不強呢 還有怎麼搭配組合 我們可以到我們家裡面的 裝備製造台這邊 點製造 按武器製造 這裡的話70級的話 就可以自己自行製作 SH95護盾步槍 穿戴等級的話是70級才能夠穿戴 例子呢 就是可以抵禦部分來自前方的子彈 好可以看到左上角是完全沒有消耗護盾 除非他打到我的腳 所以他只要盾牌呢 有防禦到你的身體的話 的部位基本上是不會損血的 然後他可能消耗的就是上面護盾的耐久值 耐久值消耗完以後 你基本上來講就是盾牌不見就被打到了 這邊可以直接打他 可以倒地後呢 射他 攻擊力非常高 人還會Q彈Q彈的 護盾耐久與玩家的血量上限和等級相關 收起時持續恢復護盾耐久 護盾完全破損後 虛音的卻20秒後呢 恢復 然後每個2.25秒呢 恢復一發子彈 恢復一發子彈會消耗0.09個戰術耗材 護盾槍現在目前有測試就是打一些像這種槍枝副本 算還不錯 像約殺中心那一類的 如果說你今天是幫隊友擋子彈 你就前面開護盾 然後隊友在後面 坦的角色 移動速度比較慢一點 可能要用滾翻方式去閃遭 可是滾翻完後護盾又消失了 機槍的傷害可以開進來打 傷害算是蠻漂亮的 不錯 射速也快 穩定性呢 也算還可以 就是有點像AK一樣 然後這把槍算是重型武器 所以在重型武器的部分 你能選擇一把槍裝備這個欄位 接下來這把槍的部分 一開始如果你沒有拿到配方的話呢 需要去獲得它 需要到裝備商店這裡呢 可以去購買護盾槍的圖紙 圖紙的部分呢 有點貴 是10500金幣 才有辦法購買 購買圖紙後呢 沒有辦法製作的話呢 問題會卡在就是你 槍械大師等級要提升 槍械大師等級的話呢 在身份這邊可以看到 隨著身份等級提升後呢 能製作武器就比較多元化 如果說你今天還沒有升起來的話呢 這邊拿鐵會分享一下 如何快速升級 你的槍械大師等級 其實我這邊才花了幾天的時間呢 從等級大概2 就升到17級了 主要最快的方法 目前呢 就是製作裝備 跟武器 都會提升 都會提升經驗值 那最快的方式會建議大家 直接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東西 叫裂弓 只要消耗你的木材跟石頭呢 就可以拿到經驗值了 這邊我先製造 建議一天的話呢 製造10把裂弓左右啊 經驗值就會達到上限啦 好這邊可以看到呢 快速的提升了我的槍械大師等級 當出現提示以後呢 槍械大師手印度一到達 每天的獲取上限 或每周上限的話 你就可以停下來了 這邊我來看一下呢 會做出2 4 6 8 10 大概10把裂弓 每天的話呢 記得做10把 然後當你每周上限到達後呢 就先不要再做 就等下個禮拜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裂弓的部分呢 他沒有辦法拆解或是回收啊 所以說我們這邊直接丟去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留著用的話呢 當然也是沒問題啦 只是你的倉庫會有一大堆裂弓 然後裂弓也是現在做 裝備跟武器最快的東西啦 因為你畢竟 裝備武器有些需要很多材料 如果你本身沒有在做裝備跟武器的話呢 就可以做裂弓 然後你如果本身你有在做裝備跟武器去賣其他玩家 那就不用特別做裂弓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身份呢 就從剛剛17級直接升到19級了 每日的熟練度是可以獲取1850 只要到達1850就不能夠再獲得額外的熟練度了 如果是一周的話呢 是9250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一下這邊的數字 只要超過的話呢 不會額外或許多的熟練度 所以每一天跟每一周呢 都來這邊確認一下 所以說你們把他升起來後呢 未來如果想要自己製作武器的話呢 就會非常方便 接下來要分享 如果你現在還不能做護盾槍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用買的方式 護盾槍現在的價格呢 會落在5-6萬 我那時候改版的時候就直接買了護盾槍 大概花了快6萬吧 然後現在價錢有降 所以你們看到這集有可能價錢會降或調 都不確定 不過大致上的價錢會在5萬上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的屬性呢我目前沒有洗 就是先買一把實測 然後如果是金色的話呢 價錢現在也可以賣到20幾萬 甚至30幾萬不等 就看他的屬性跟磁條好不好 接下來就要開始分享這把槍好不好用 因為他主要是屬於重型武器 所以他的傷害基本上算是非常不錯的 他的傷害的話呢 像我這把紫色就有333 射速有600 射速算是非常的快 他使用時其實很像機槍 特點的部分我們要看專精這裡 專精這裡的話呢 可以看到他的技能有兩招 一招的話呢 戰術盾擊啊 戰術盾擊的話 就是可以對旁邊的敵人呢 造成大量的傷害並擊倒 嘲諷怪物單位 技能結束後3秒內呢 主武器射擊附帶仇恨加成效果 同時自身6秒內 獲得高的怪物傷害減免 首先我們要先靠近敵人 靠近他以後呢 按盾擊攻勢 你會看他的血量直接剩一半 隨便打一下呢 他就直接死掉了 因為畢竟他盾擊下去後 是有一些加成傷害的 另外一道技能是 剛性合金 剛性合金的話是 提升戰術盾牌和護盾步槍 盾牌的耐久值上限 收起時 盾牌持續回復耐久值 破碎後 需經過冷卻才能夠 回滿耐久再次使用 就是說他這個護盾是會壞掉的 然後重型武器在命中目標後呢 修復步槍護盾的耐久值 火力掩護 主武器命中目標時呢 為自己和隊友提升護甲 持續5秒冷卻10秒 右邊這邊有一個移動堡壘 使用護盾步槍 且護盾存在時 提升自身傷害減免 以上這四個主要是他相關的一些技能 然後下面的話呢 就看個人要選什麼了 因為有些是 受到攻擊時 提升傷害強度 持續5秒 冷卻10秒 像我的話會比較推薦 大家可以先選下面這個傷害強度增加的 然後其他技能可以看自己選擇 去點 這把槍的話 移動起來的話呢 是可以跑的 因為像有些機槍之類的 是可能沒有辦法移動比較快 然後他射速呢 這邊射給大家看 他射速非常的快 所以傷害也是一瞬間就疊加起來了 再來就是他右邊有個按鍵呢 點下去會直接切換你原本的主武器 像我現在主武器大概是AK 他就可以使用這個護盾 然後護盾的上方呢 有看到有藍色的一格一格的 這就是護盾值啊 護盾值如果消失的話呢 這個護盾就會消失 跟我們左上角那個藍色的護盾值 又不太一樣了 所以大家稍微知道 就是這盾牌的耐久度 耐久度消耗掉的話呢 這個盾牌會直接不見 那我們再按一下呢 他就會消失 然後這盾牌是會壞掉了 所以說如果我們今天在擋敵人的攻擊的時候呢 他會慢慢的不見 等一下會實測給大家看 再來就是其他槍的話 像狙擊步槍啊 他是沒有辦法搭配盾牌的 目前盾牌只能搭配突擊步槍跟衝鋒槍可持盾 然後散彈槍的話呢 我目前沒有測啊 他沒有寫散彈槍 好接下來呢 我們這邊直接開一個任務來試一下 這個護盾到底可以抵抗怎麼樣的傷害 這邊我們就直接實測給大家看 然後因為他這個裝備的部分呢 就是主武器可以使用護盾 如果你今天是拿機槍的話呢 反而是不能使用護盾這個技能的 我們先試一下機槍的傷害吧 現在打的是71級的敵人 然後我們現在被攻擊很痛嘛 那我們現在換這個護盾 護盾打開 主要我現在測試呢 護盾槍好用的是可以擋的是物理傷害啊 如果是魔法傷害像這種 輕蝕型的或火焰的話呢 比較擋不到還有爆破啦 都是會被打得很慘的 像我現在護盾沒有損很多嘛 可是我自己本身的 左上角的耐久度呢 是有掉的 然後主要呢 如果是敵人攻擊的話 物理攻擊是比較可以擋得住 魔法攻擊目前側比較擋不住 現在可以看到右邊的護盾呢 出現一個裂痕 然後也快要壞掉了 再來我們就是在使用護盾的時候 可以使用主武器去攻擊敵人的 好現在護盾有點壞掉了 我們要稍微等他修一下 好拿出來後呢他這邊是有個盾子 我試一下打他有沒有用 好打他好像沒什麼用 好我們這一輪的話呢就先出去 剛剛看到的就是打怪物的部分 打怪物的話我覺得護盾槍比較沒那麼使用 因為畢竟剛剛可以看到 魔法攻擊啊那些都是會損傷的 然後像如果我們今天打的是槍支武器的敵人 譬如說PVP敵人是拿槍的 那你這邊護盾打開 擋前面的攻擊是可以的 這邊我們直接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到金色沙漠的海拉空軍基地 好這張地圖的話敵人呢 都基本上拿槍支武器 所以我們這裡呢先打他一發 然後我們開護盾起來 好大家可以注意看傷害 如果地方是拿散彈槍 他可能打到盾牌上面的話呢 我可以基本上是不損血 可是如果他今天有打到我的腳的話呢 是會損血的 這個護盾主要是擋正前方 右邊跟後面呢是擋不到了 所以說後面如果跟旁邊有東西偷打你的話 你是會持續損血的 側邊打你的話基本上都是守不住的 好這邊無人機 我已經打護盾打超快的 護盾身心其實就壞掉 先把我已經打壞 我們就看一下耐久度 耐久度呢 現在左上角的護盾沒有掉 還好回回來有沒有 可是我的這個盾牌呢 快壞掉了 然後使用盾牌的時候 移動速度非常的慢 雖然可以滾翻 可是不能蹲下 好剩下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看我們盾牌要壞掉了 現在盾牌壞掉後呢就消失了 基本上壞掉後呢 要花一分鐘的時間呢 才能把這個盾牌再修復好 所以在盾牌在使用的時候主要是擋正前方的 子彈攻擊物理傷害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就是子彈的部分 可是如果是魔法傷害 就是我剛剛講的 輕蝕型的污染類的 或者是爆炸類的話 盾牌基本上擋不太住 護盾槍的部分你直接使用的話 其實基本上傷害是好用的 因為他是機槍的傷害 再來就是他蹲下的時候呢 這邊小小一個盾牌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擋到子彈 看起來是擋不太到的 所以說小小盾牌還是有點痛啊 那我們現在開進 好給他打一下 這樣開進的狀況下有沒有擋到傷害呢 看我有沒有損血 5滴所以一樣 所以基本上這個擋不太住啊 雖然護盾槍前面他有一個小小盾牌 可是我目前實測是擋不太住了 不過傷害的話是把槍就是像機槍一樣的 子彈速呢100發射速又快 好再來我們就試一下魔法攻擊的 他剛好拿的是火焰跟芭蠟 大家可以看一下傷害啊 基本上還是會一直損血嘛 好接下來我們試一下護盾 能不能擋到狙擊槍的傷害啊 上面這邊有一隻狙擊槍 他現在瞄我 我們來試一下吧 現在先不動 好可以看到好像還是有損左上角的 現在可以看到擋了179啊 左上角如果沒有損的話 表示有幫忙擋到 他怎麼不發現我啊 再看一下吧 不動的狀況下 OK 我們的護盾是可以擋到槍之子彈沒有錯啊 物理攻擊基本上都擋得到 魔法攻擊的話沒辦法 那就實測到這邊跟大家講一下囉 好我們這邊總結一下 這把護盾槍呢 到底實不實用啊 如果你今天打的副本呢 敵人是拿槍之武器啊 基本上是蠻適合拿護盾槍的 包括PVP啊 只是要小心的就是敵人的 手的彈啊或者是一些燃燒屏的傷害可能擋不住 再來就是其他方向的敵人 只要不是在正前方啊 你也沒有辦法直接擋住啊 所以說還是有一些優跟缺點啊 這把槍在使用的時候是非常吃技巧啊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種護盾槍的類型的話呢 也可以多多的嘗試跟練習看看 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新的 70級武器護盾槍啊 也歡迎有實測過的玩家朋友們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討論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辦個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這個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完全平常的哪個頻道 最後最喜歡一些粉絲團 搜尋我播客那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結好 粉絲 感谢观看